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寬 今天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就是我們的情人節喔 相信情人節呢對很多情侶來說呢 是一個意義不凡的日子啊 那對於單身狗呢就是 整年度最痛苦的一兩天啊 相信各位有男女朋友的人啊 在情人節一定會非常的頭痛 不不不不是頭痛 一定會非常的期待對方呢 會送自己一些情人節禮物啊 那當然阿寬也不例外啊 所以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情人節想要送肉羽什麼情人節禮物呢 那我們數到三一起來開箱吧 一二三 登登 看到沒有 這個 這個手機套超厲害的 這個手機套呢是我去客製化 上面有肉羽跟我的照片 因為肉羽用的手機殼啊 幾乎都是要夜市買的啊 或者是用很久才會換的那種 他都很不捨得丟 就是他很珍惜那種 手機殼之類的隨身小物 於是呢我就剛好想到 我某一天在逛手機配件店的時候 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東西呢叫做客製化的手機套 他可以用你任何想要貼上去的圖片 然後做成你專屬的手機殼 這個手機殼呢現在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好不好 但是呢我拿到這手機殼的時候就想說 這個照片呢在這個手機殼上面雖然是很美沒錯 不過上面跟下面都是白的 好像缺了點什麼 欸怎麼會有一支筆在我手上 哇那就剛好吧 剛好我覺得他上面缺了一些什麼 那我們就寫一些字來送給肉羽吧 就寫個簡單的把它填滿好了 因為我拿的筆有點粗所以寫不了太多字 我寫的是寶貝 情人節快樂 然後日期跟我的名字 哇感覺拿到這個手機殼之後應該會蠻開心的 那禮物已經準備好了啊 那在這裡順便教你們一個小秘訣 如果你的禮物已經準備好了 那你直接送給女朋友的話 雖然可以 不過會略顯單調 這種方法呢會顯得你自己好像只準備了禮物 並沒有什麼計畫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現在情人節最重要的橋段來了 就是我們要計畫 等一下呢我會跟肉羽借手機來用 用各種理由呢 把他的手機從他的手中騙過來 總之呢就是一個很完美的計畫啦 對不對 現在呢禮物跟計畫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等一下就是 尋找女主角本人 出發 肉羽現在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跟他說有一個情人節的企劃要拍 那我等一下會利用話題 把焦點放在送禮物這邊 然後在這個時候再把禮物送給他 但是會先不讓他看 讓他會存在一個驚喜的感覺 我非常期待他的反應 那我們進去吧 你準備好了嗎 太久了嗎 太久了喔 注意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寬 你好 是不是很久沒有看到他了 沒錯 因為他太忙了 那你知道今天是情人節嗎 我今天早上才知道呢 他太忙了啦 他都忙在工作 最好是啦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我一直都知道啊 那你還沒有在12點告訴我 情人節快樂 我想說你忘了就算了啊 呵呵呵 今天重點是情人節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對螢幕前面的觀眾 告白的嗎 告白 對你想跟他們講什麼 呃就是 嗯 大家情人節快樂 啊今天有沒有拜拜 拜拜的時候要準備那個 鏡子啊 數字啊 還有臉 我記得小時候都這樣拜拜 不要聽他亂講 那我們情人節最重的習慣 是不是兩個情侶之間要交換禮物啊 那你有幫我準備禮物嗎 有啊 什麼禮物 你吃掉了 我吃了什麼 我到底吃了什麼 我今天只吃地瓜球啊 是喔 對啊 記憶整查咧 嗯 嗯 那你咧 有啊 你想你要禮物喔 那你眼睛閉起來啊 那你手指給我啊 幹嘛 照著做就對了啦 喔 那你轉過去 好 試試新的等啊 對啊 不要看喔 有 猜禮物的聲音 嗯 不知道是什麼 蛤 你很期待嗎 有點害怕 呃 餓嗎 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會被整嗎 一般人都會怕吧 不會啊 我覺得我對你很好啊 快點啦 不要緊張啊 我感覺你在傳什麼東西耶 有一個聲音啊 好了 害怕 哼 嗨 你在幹嘛 我沒幹嘛 呵呵呵 你在檢查的手機嗎 呵呵呵 呵呵呵 這啥啊 呵呵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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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敢拿出去啊 呵呵呵 很可愛啊 你敢用 我敢用啊 各位 這禮物有沒有有心 非常有心嘛 為什麼他覺得很丟臉 很丟臉嗎 丟臉啊 很好看嘛 呵呵呵 這個字還是我昨天晚上寫的欸 齁~~ 呵呵呵 感覺被嫌棄了耶 不然大家來評評你 那個 這個是他原本的 這個是他現在的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看 在下面留言 當然是 這個啊 這愛迪達夜市滿的150 最好是啊 這個 世界 唯一 獨一無二的欸 還在上面寫字 照片就算了 因為他上面太空了 好的 那妳有開心嗎 就是白斑筆啊 對啊幾筆啊 差不掉啦 啊就這樣嗎 可愛唷 好啦就這樣 那大家有送你們自己的 另外一半的女朋友什麼禮物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說 不過呢我比較希望你們留言的是 這個手機殼很美很漂亮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如果你朋友用這個你會怎樣 我覺得他男朋友很會貼心啊 會覺得很羨慕這個男朋友 我一定會覺得他已經是被他男朋友整 這是我準備的驚喜禮物 你居然以為我在整你喔 就是啊 那大家再見我們下次見掰掰